如法华 天人尽烧 无土不坏 天人是凡夫啊 欲戒天难 看到什么呢 劫难大劫 火灾 火灾可以烧到粗产天 水灾可以烟到粗产天 风灾可以摧毁三产天 这大三灾 四产谁叫复天 四产天有复 为什么呢 三灾都没有 你要问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的贪嗔痴啊 虽然是有啊 定功很深啊 定功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扶住了 不起作用 所以他就 就不会有这三灾 那么从这个离我们就明白 那 粗产天人 虽然有 定功 能降服 这个这个烦恼 见识烦恼 可是 火灾 火灾是成功也 还是没法子避免 啊 这个不能秘免 当然 他 贪是水灾 欲吃是风灾 所以 粗产天 三灾都有 啊 到二产天 定功深了 啊 成会扶住了 还有贪心 还有鱼吃 所以 二产天的 三灾里头的 火灾没有 他有风灾 他有水灾 啊 三产天的 定功更深了 啊 虽然贪嗔吃的烦恼啊 贪嗔 他富足了 所以他 没有这个火灾 没有水灾 他有风灾 啊 鱼吃 还是没有 付不住 功力还不够 到第四场 啊 更深的 成定 第四场 鱼吃 也付出了 不弃走 随到三灾 就没有了 那然后想想 我们这个世界的灾难 从哪里 啊 火灾 火山爆发 现在地球的是 这个温度啊 上升 啊 温度上升是 这是水火啊 地球变暖和了 变热了 那海水 地球 这个温度上升 南北极的冰融化了 啊 高山急血 也没有了 海水上涨 啊 而且还引起 飓风 水火风 三灾 通通前进了 啊 科学家给我们的警告 过去讲一百年 现在科学家这样的时候 要不了一百年 大概五十年 这个地球上 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啊 啊 虽然人类 必须要在五十年之内 要发展太空的交通 赶快移民到别的星球上去 啊 这个地球上人不能着陋 啊 这个灾难能不能化解呢 啊 这个灾难能不能化解呢 在理论上讲是肯定的 可以化解 怎么个化解法呢 只要人是人 能把贪嗔痴脉 降温 这在哪里能化解呢 啊 如果贪嗔痴脉 年年往上身呢 那就不得了了 那个麻烦就到了 那我们懂得佛法的道理 就有自己救自己的办法 啊 为什么呢 佛真理说得很好吗 天人见烧啊 魔徒不悔 天人见烧是供业 魔徒不悔是别业 这句话都没有用了 那真懂得的时候 我把我自己的贪嗔痴脉灭掉 我土又不悔 啊 供业里头有别业呀 所以自己修学 有好处啊 不悔 下边 片子 MRI 代名 博蜂 clinics 鼛 改名 天人